小青被绑在十字架上 要扔给河里嫁给龙王 官兵给十字架绑上了石头 抬着他 缓缓走向了龙坛边上 发海之言 现在已经是天灾了 绝不能再出现人祸了 这个陈太守说 发海你别激动 我知道你出家人慈悲心肠 但今天的祭司 也是有高人指点的 其实他所说的高人 就是当年的那个道士 这时候 报人也冲上了台 还说自己不是来搅局的 而是来帮助陈太守和陈公子的 你来干什么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让你受苦了 不过你别害怕 从现在起 我会保护你的 绝不让任何人在欺负你 保护我 说着 报人就去给小青松绑 陈南爸一看报人这操作 就说他是扰乱朝廷祭司 要官兵去拿他下来 这一瞅 报人却说 这一姑娘不能用来祭祀龙王 她已经怀孕俩月了 早不是什么黄华大闺女了 这要是给龙王送去了 岂不是给龙王戴绿帽子啊 祭公一看 有好气看了 就赶紧拿起酒壶喝上一口 陈太守见着报人 就是来存心捣乱了 赶紧派兵过去拿他下来 小青一着急 就用法术打倒了官兵 而这一幕刚好被法海看到 一下暴露了身份 小青见状 就拉起报人 一起跳入了龙坛内 这凡人怎么能在水里面常呆呢 于是俩人就在水下 真情一吻 而这一吻 也奠定了小青与报人 白扯不清的情和爱 小青把报人救上岸之后 本想一走了之的 但报人喊着肚子疼 骗神仙姐姐在那给他揉肚子 你们在这揉肚子 亲亲我我 但人家法海可没闲着 一直在树林里搜查呢 小青也是没办法了 就施展法术 带着报人飞上了天 报人还真以为 她是神仙姐姐呢 可小青却告诉她 不是只有神仙才会法术的 就算是妖魔鬼怪 你也是其中心地最善良 下报最美丽的 法海见搜不到他们 于是就拿出了看家法宝 口念咒语 这金波就飞上了天 金波一到佛光照射 把他们俩给罩住了 小青自知肯定跑不掉了 就把镜瓶交给了报人 让他好生保管着 并一把推开了报人 自己被法海的金波收了去 金波把小青从天空中拽下来后 直接摔成了重伤 就当法海要拿起金波收他的时候 小青也是拼尽最后一口气 逃回了库井内 而这时候 报人也被查树精给叫醒了 告诉他快点跑 但是还是来不及了 报人被官兵给抓走了 报人被抓走之后 陈太守要当众审问在兴 这下杭州城的百姓们 都去看热闹了 就连龙公大龙女也跟了过去 这陈家跟报家 本就是死对头 二话不说 上来就要打报人的板子 没想到 报人一抬手 手上的乾坤圈发出了惊光 牙医的板子硬是被钉在了半空 无法打下去